東京オリンピック卓球的混合ダブルスで 日本の水谷準伊藤美誠のペアが金メダルを獲得しました 26号 日本桌球選手水谷准与伊藤美成 在奥运桌球混双金牌战中击败中国队 为日本拿下奥运桌球史上的第一面金牌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 32岁的水谷准和20岁的伊藤美成 虽然相差12岁 但两人从小就在水谷准父母开设的桌球管练球 熟视约16年的感情和默契绝佳 败北的中国队选手许昕 刘诗文 其实在前两局是以2比0领先 日本队从第三局开始激起直追 连赢三局 第六局由中国队再拿下 最后日本队火力全开 拿下关键第七局 以4比3赢得胜利 不过中共党媒央视在比赛还没结束 就发文庆祝中国队胜利 说要升国旗唱国歌 有中国网友写道 这种新闻也敢乱发 另外 日本体育报报道 在中日这场桌球混双决赛现场 出现了大约20名手持中共国旗 穿着中国字样的欢呼人群 但是按照规定现场是无观众的 报道指出 这群人的身份不明 其中有些人进出记者室 赛后记者会上 中国选手刘诗文公开恭喜日本队夺金 学手许新泽坦言 悲战过程中吃了很多苦 但竞技体育最终还是看结果 他说 这个结局整个中国队都接受不了 过往八届奥运桌球项目 中国队连续称霸 然而 中共习惯心将体育做政治宣传炒作 也给选手带来额外的压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 张瑞珍 综合报道